那載著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車 習近平車隊是中國大陸本土的品牌紅旗 在去年12月進軍日本 在大阪開設第一家體驗中心 一樓展廳成立豪華旗艦轎車 價格約1,150萬日元 超過250萬台幣 我們的目的主要是 首先是要更好的服務紅旗的新老客戶 還有一個就是更好的展示紅旗的產品 根據港媒報導 目前售出20多台 車主多是華人 而且沒上車就直接訂車 明顯是出於愛國心 所以紅旗在日本客群 鎖定駐日中資機構的華僑 這個尾部的這個燈 完全體驗了中國公燈的一種形象 不只中國風的設計 還有維持左駕 沒有配合日本變成右駕 车內系統語言是中文 沒有日文 尤其中大陸沒簽署 多國通用的聯合國1958年協定書 舉就是對汽車制定統一的技術規範 都讓紅旗汽車無法融入日本市場 每個國家都有扶持自主發展的措施 中國大陸本土汽車被官方大力扶持 成為領導人用車 但港媒分析要拓展歐美日市場 困難重重 TV熊熊熊全英文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